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到了肖战的商业价值 在细节中更让人发现了他的优秀品格 近日央视又在特殊的时间表扬了肖战的新剧 官媒也对肖战的作品直言称赞 只是一切都酸到黑粉了 余生作为正面的教材表扬 肖战空降直播间的效果实在令人惊讶 虽然时间的流失让人无奈 但是人们对肖战热情却丝毫不解 肖战略显改变的造型像极乐是一个新的开始 近日央视官媒CCTV电视剧又将余生请多指教送上荧幕 余生请多指教是一部典型的医疗题材剧 与当下最美逆行者的背景恰好呼应 白天使是一个伟大的职业 中国医师节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特殊的节日 医疗题材的影视作品是人们深入了解医生 这个伟大职业的很好方式 CCTV电视剧官媒表达对医生的感谢 特别挑选优秀的影视作品留作纪念 肖战主演的余生请多指教就是其中之一 虽然余生确实没有播出 但是能够被央视选中的就足以争名实力了 肖战扮演的顾医生就是最美白衣天使中的一员 肖战的实力演绎将带领观众走进一名伟大医生的世界 医生这个职业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 肖战在粉丝心中同样也是不可替代 虽然只有短短的几个镜头 在央视官微展示的片段里 就可以看出肖战扮演的顾医生 有着尽职尽责的工作态度 与医生拼尽心血挽救病人的勤劳 相信周深的演技会给观众一个满意的答案 期待顾医生的精彩表现 肖战身上有着与医生这个职业相辅的特点 面对困难不会轻易的放弃 充满着善意的内心是一切动力的来源 这些相辅的性格特点能够让肖战对医生的扮演更加的神似 不仅肖战的微波新剧受到了表扬 肖战的歌曲红眉赞也被官媒直言称赞 官媒对肖战直言称赞 河北长城网一直是肖战的忠实支持者 作为代表着最普通百姓的官微 河北长城网对肖战的评价一直都非常客观 肖战作品所传达的优秀品质值得更多人了解 红眉赞是肖战畅响大地的一首红歌 肖战的红眉赞让我们牢记革命英雄发扬优良传统 肖战清澈的嗓音把红歌唱出了新时代的韵文 央视与河北长城网对肖战的作品的支持 无疑是对黑粉的最好打击 无论是CCTV电视剧对于申请多指教的推荐 还是河北长城网对红眉赞的称赞 无疑都是算到了黑粉 由于R7事件的影响 让许多网友不能够客观地看待肖战的作品 这样本就是受害者的肖战会受到第二次的打击 黑粉的抵制太牵强 虽然肖战的好消息不断 但是仍有抵制者穷追不舍 部分网友竟宣称肖战碰�一户工作者 黑粉的理由不明也太过于牵强了 余生请多指教很明显就是一部预料剧 而肖战扮演的顾慰也是一名医生 CCTV电视剧官媒也对顾慰做出了表扬 碰瓷一词而根本就是毫无根据 另外许多黑粉还宣称会找到更专业的人员 来挑剔余生的不足 世界上本来没有实权实美的事情 艺术作品本就是为了传达她好的一面 余生请多指教也不可能没有缺憾 面对善意的提醒定当虚心接受 但是面对黑粉牵强的挑剔 网友们也绝对不会认同 摘掉有色眼睛来客观地评价肖战新剧 才是对她最公平的对待 肖战的每次空降似乎都有新鲜的意义 肖战身上的宝藏还有许多 一切等待都是值得 肖战的余生请多指教 再一次被央视CCTV电视剧报道表扬了 顾医生的精彩表现值得人们等待 顾医生所传递的正能量 也会让人们对医生更多了解 任何的作品都需要客观的评价 只是黑粉的抵制太过于牵强 期待肖战永药归来 另外品牌方发布肖战的花絮视频 比起直播的时候的她更加的真实 爱笑的男孩没有变 近日肖战现身营业一事 让许多的粉丝至今印象深刻 令人回味无穷 当品牌方发布关于肖战最新的花絮视频的时候 又将众人拉到了新天地 因为这则视频动用肖战 比直播中的她更加的迷人 相信谈及肖战前段时间参加的直播 大家都会第一时间想起 是小玫瑰举办的活动 这个品牌方便是我们熟悉不已的 Rose Only 诺氏 不仅经常会放出关于肖战的代言新物料 而且还有视频的发布 如果说肖战参加的直播活动 能够让众人大饱眼福 哪花絮视频就是饭后甜食 更加令人心跳加速 肖战作为小玫瑰的代言人 出席发布会活动 又官话题爱登上了多个国家的热搜榜 可借其影响力和人气质了 在最新的花絮视频中 我们能够看到品牌方是通过短视频平台发布的 并非在常见的微博官方账号当中 当看完一共53秒的视频之后才发现 原来品牌方设置了下载权限 导致无法正常保存 而这一点可谓是不经意之间 毁了大家对于品牌方的不少好印象 不过不要紧 如果大家想要看到这则花絮的话 可以到超话当中去寻找 已经有粉丝进行了视频分享 是一样的惊艳众人的花絮 自品牌方Rose Only 诺氏 在短视频平台发布肖战最新花絮视频到现在 虽说视频总时长只有53秒 却已经有超过9万人进行了点赞 评论留言是3万多 转发量则是1万多 按以前来说 一则53秒的视频短时间之内 能够获得如此多网友的关注和点赞 是比较的少见的 但视频中的主角是肖战 所以拥有这么高的人气和热度 那是再正常不过了 还有可能会达到更高 品牌方在发布这则花絮视频的时候 文艾还说到了 发布会花絮来了 七夕有你相伴真好 与此同时还爱抬了肖战的名字 的确如此 七夕即将到来 有肖战的相伴会更加的美好 对于直播中的肖战 花絮视频里的他 似乎更加令人感到真实和心动 不少粉丝曾经说过 看直播的时候 肖战的笑容变少了 没有以前爱笑了 在97看来 当时的他只是显得更加成熟稳重 没有发生改变 当看到品牌方发布的花絮视频之后 才发现 原来肖战可爱和爱笑的一面 都保留在了台下 这也让大家找到了熟悉的感觉 肖战真的没有变 依旧是那个闪闪发光 不需要形容词的他 不管肖战的笑容是在台上 还是在台下 都不会影响大家对他的支持和喜爱 因为我们知道 困境中成长的肖战 格局已经变得更加的之大了 向然而生的他只会越来越好 不知道大家看完品牌方 Rose Only 诺氏 发布了代言人肖战最新花絮视频 感觉如何呢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